变更人物的背景 那你这样处理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 看选举功能 我们要把这个人选起来 当然不会是用这个举行工具 选举行选圆形 那这个是套索 让你沿着周围就把人选起来 那这个地方在Falloshop最常使用工具 恐怕是这个叫快速选举工具 这我们前面介绍过 这怎么呢 你就沿着周围点就好了 只要它被框起来 就表示就选到了 所以在选举其实还算蛮方便的 哦 这样选完咯 选完你看一下 旁边这样轮过散着散着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编辑的拷贝 那编辑拷贝的时候贴到选举来 这来什么 编辑的贴上 那人就过来了 不过人过来的时候 你仔细看一下 其实旁边没有很细致 卡不错加放大来看一下 这里 你看见吗 这最基本的这个 哦 其实没有的 那我不小心拉了一下呢 那取消是选取哪一个 取消选取 那我们再选一次哦 其实选的时候哦 你用这个快速选举工具非常简单 描着就可以把它选起来 其实后面可以再做什么 这个 Photoshop软体比别人细致 有这个地方叫调整边缘 我们把它点起来看一下 调整边缘的时候呢 它给你看一下 目前 它给你用这个图 检视的模式可以这里 白底 黑底 那你看什么方便 怎么样 那建议把它切完成黑白的地方 当你点黑白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旁边 其实这边还是可以再调 我现在用黑白方式来做显示 这个 那你可以再来调一下 这可以再来调一下 旁边要不要再做平滑一点点 我再拉这个 我现在拉到底 拉到底的时候 我们发现轮廓是很 这个 我把它做平滑 这个 那这拉到底 稍微有点小句子 看见吗 这是你可以去调的 这是可以去调的 这边可以去拉拉看 半径可以拉拉 这就在做调整 这在做调整 如果确定 等一下选你去就变这样 确定完 那再选一次吧 编辑的拷贝 我再回到这里来 再贴试哦 编辑的贴上 来 把这眼镜关掉 这个 眼镜看一下 原来这旁边是白白的 然后现在换成这个 这个就稍微好一些 会比较好一些 当然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做处理 这可以来做这个 你有发现两个位置 有点不同 这个是这样 这个 两个会有点不同 那就可以把它搬过来 那所以我想要换背景 当然啦 换背景太简单了 拉过来 就把它拉到这里放开 对不对 要调顺序啊 进来还要等哪一个 确定 这时候你才能够调顺序 那Ctrl键加T 背景要跟大家一样大 所以呢 再按这个确定 所以你要是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可以调 那人当然太大咯 反正呢 太大什么时候才做 就是我们最常使用这个功率 叫Ctrl T 人太大了 那眼睛关掉一下 这个 Ctrl T 人不要那么大 按着Shift键 就会等比例啦 如果没有按Shift键 人会变形 按着Shift键 先取消一下 Ctrl T 如果在变形的时候 压着Shift键 压着不放 就等比例 人才不会变形 那这里面可以调 位置调大小 也许我人想放在这里 这边可以来做 那各位先简单试试看看 呢 我们下期再见